我刚刚主要是针对请输入编号 那如果说请输入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什么 哪一个会员 那会员的名字我有点不太记得 他可能姓 姓氏我知道 比如可能姓炎 或者姓卢等等的 我知道他是卢先生好了 OK 现在很多卢先生 卢小小小 不是因为姓卢的都特别卢 不能有偏见 OK 比如说你知道他姓什么 但是你要把那个人的名字 全名把它列出来 那怎么办 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不能只是编号了 因为编号可能就是 现在有条码 或者用QRcode少 反正一少 他其实就input着一个他的编号 一个key 其实资料库概念就关联式 反正知道的话key其他都知道了 所以你输入身份字号 你全部的资料 其实都可以自动带出来了 OK 所以key的概念是这样 就一个头 全部东西都可以带出来 那如果我今天要查什么 查他的姓名 OK 但是姓名 我不是 我如果说要按照刚刚之前的那个方式的话 一定要全名 可是如果只知道姓名什么 关键字好了 比如说他姓什么 就关键字 key那这样要怎么查 特别注意哦 姓名关键字的话 那比如说我今天知道他在 会有他姓名在逼栏 所以会有逼栏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是 你的那个栏位 是integer 就可以用等于大于小于 用那个比对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是什么 你是一个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就不能用这个符号哦 比对的符号不能用这个 用什么 特别用like 很特别的 OK like like什么呢 后面的话 你就是加上这个字 但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用like 就是后面的话 记得因为他一定是文字 所以前面一定要单引号 那后面的话呢 又要再串一个什么呢 后单引号 这样才OK 所以很麻烦 但跟刚刚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这样才可以哦 OK like有没有 就是他这个字的前面 但是这个写法 你一定要是全名 如果你不是全名的话 他就会找不到 比如说你今天找什么 比如说姓李的好了 假设我今天打个姓李 那enter会怎么样 没有任何东西 为什么 因为他要离什么什么 全部都要有才OK哦 可是呢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什么 所谓的那个关键日查询的话 记得你要用万用资源 在资料库里面的话 不管开头是什么 那记得哦 加的位置哦 一定是要在这边 在单引号的后面加一个什么 百分比 意思说 我不管哦 他开头是什么 然后在那个后单引号的前面 加一个百分比 不管后面是什么 有点像是那个其他 像以销里面有信号 信号就万用资源 类似像这种概念 那如果你不确定这个是什么意思的话 其实你也是一样啦 我是建议你刚才把它print出来 因为有蛮多同学 对这种串接好像会比较有障碍 你就是直接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sigle stream一下 请输入关键字 他一定就长这样 就是比如说信里好了 那一定是里 OK 然后enter 一定是slate哪些栏位 from哪一个table will哪一个栏位 like哦 一定是这样的哦 前后单引号里面包那个百分比 这样子他才可以帮你找到里 信里的全部列出来 OK 或者有里这个字的话 他会帮你列出来 然后把他这个地方取消 这个把他 有没有 确定说OK的话 那我就再输入一次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资料 把它调出来 里 信里的总共有三个 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外用之言这非常重要 因为利用这一招 你可以找到你想找的 比如说家里住在哪里附近 有没有 关键是打一下就知道了 有没有 或者是什么 血型 血型不用了 血型就AB AB O AB这样而已啦 OK 类似会用到这种外用资源的 叙述的还蛮多的 只要是文字的那个栏位形态 都可以用类似方法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找日期 比如说生日 就是介组会计划 到底谁最爱上健身房 那你可以把那个Range抓出来 比如说我想要找什么 七年级生的 七年级生 或者不要啦 我们用西元 因为这资料里面都是什么 都是西元年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找那个什么呢 Range是在哪里呢 Range是1970到1979好了 1970的1月1号到1979的12月31号 这个Range的会员帮我抓出来 或者是说帮我抓今天生日的 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类似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用Between 我在云端上有放 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我要用 那个查询的话 这边有一个日期查询 那会需要两个日期 一个X一个Y 那我可以用这一串 因为这个比较长 所以我直接拿这个 直接拿这个来讲 比较快一点 那我就把这一串改一下 改成用X跟Y X的话呢 就拿一个日期开始 然后Y的话呢 就是拿一个日期结束 那我可以怎么样 Select 我用X把它改用B跟E 这两个栏位 然后呢 帮我怎么样 帮我fromMember01 会有C C就是它的生日 Between什么呢 记得 这个日期的话 前后也加单以后 然后呢 结束也加前后单以后 这个跟那个用字串的方法 是一样的 那有些资料库 比较特殊 它会变紧致 但这边我试过用单以后 来当成是日期 所以Between 然后妈一样 把这个日期兼具给输入 比如1970到 它的1月1号出生 到1979好了 1979的12月31号 这个Range的会员 帮我抓出来 OK 因为我要针对这个区间的会员 做一些调查 OK Enter一下 他就帮我把这个区间的资料抓出来 那你要做报表的话就比较简单 OK 比如说甚至可以统计什么 我们会员里面 哪一种血型的人最多 或者哪一个Range的人最多 或者信什么人最多 反正诸如此类 OK 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找到你要的资料 包含用编号 用关键字 用日期 都可以帮我找到我要的资料 其实所以你会发现 slate里面其实还蛮多东西的 另外sql语法还有更多 比如说排序 你可以找到orderbuy 有没有orderbuy 就是在网路上你可以查一下 但orderbuy是desc还是asc 是递真还是递简 你就再加一下那个递真递简 他也可以帮你做排序 根据哪一栏做排序 给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刚刚常用的这种查询方式 包含就是按照编号 按照关键字 然后按照日期 可以把那个资料 要从资料库里面捞出来 这个部分蛮像是slate里面的筛选功能 slate里面也有筛选功能 其实跟这个蛮像的 OK 那排序的话 你自己后面再加一个orderbuy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结果 要按照那个笔画 姓名笔画排序的话 你后面其实还可以再加上那个 叫什么orderbuy 然后你要拜哪一栏 比如说我要根据B栏做排序 你可以什么 他可以帮你再做那个排序 这个我想还可以再串 其实siko语法 他基本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指令 如果其他还有更多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路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叙述 主要就是如果你懂的siko语法就可以很便利的跟资料库沟通 可以试一下这部分 另外的话还有删除修改 那再来就是说后面呢 除了可以用会员资料 筛到资料库之外 其实各位也可以把学生资料 前面讲过有用到的学生资料 学生的成绩这个范例 一样可以塞到资料库 另外有一题最困难的 就是什么呢 将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我们前面是全省邮局地址 做合并 那不过这个你当然可以 我不要合并成一个档 我是直接把它干脆每一个 有25个档 我就一个档一个档 全部都塞到资料库 变一个table就好了 其实就等于合并到资料库 道理一样 将来如果你要会合并的话 你就把它slate的结果 怎么样 就写出一个文字档 就会合并了 OK 所以其实可以藉由资料库 帮你做很多事情 所以 但问题就是 我要怎么样把全省邮局地址 这边有25个档案 我希望怎么样 一次性的全部写到资料库里面 那当然第一个你要知道 里面有几个栏位 切开来看好不好 账号 局号 局民 地址 所以四个栏位 这个网路上查的 账号 局号 局民 地址 所以我们就四个栏位 然后再来一样要insert into 所以这个全部我已经把它做好了 就 这边把它run一下 我这边好像已经把全省邮局地址 这个把它全部做好 然后把它全部insert into进去 全部都进去了 不过 这里又更困难 为什么 因为除了资料库之外 我们还是会需要用到什么 开档 而且开档 还用之前的那个有个叫 always.work 的方法 有没有 把那个目录里面所有的档案 一个一个把它开起来 然后写进去 开一个 写一个 还更复杂 不过如果你觉得困难 你可以先从单一个档 先写进去 一个档可以的话 那你再把它改成多个档 这样的话你看 一下子全部25个档案的资料呢 就全部汇入到资料库里面了 那你如果汇进去之后 你要做一些查询 比如说邮局地址的查询系统 就出来了嘛 查询系统很快嘛 所以以后你要做什么查询系统 很简单 先把资料 丢到资料库里面 你要查哪一栏的关键字 马上OK了 因为以前我写过那个图书馆查询系统 很简单 我发现把资料全部丢到资料库 再用关键字查 他要怎么查 马上要查出来了 而且做这个相当 算起来相当简单 并不复杂 OK 就我刚刚讲的 所以刚刚讲的部分 如果一般性的应用 就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第一步就是你要先如何把资料 倒到资料库里面去 OK 这部分的话必须要这个很熟练的把它 所以像刚刚那个全程邮局地址 就多增加一个叫Post的一个资料表 一样用刚刚的程式语法 所以贴过来改一下 然后多一个就是用 always.work 把这个全程邮局地址的每一个档都开起来 一样用readerline 然后把它一个一个split 然后把后面的strip掉 最后的话一样insert into 然后把它做执行 它就可以帮我把资料放进去 最后的话我再把它查出来 所以查出来结果 这个部分看起来 这个写入的效率还蛮高的 一下子全部写进 其实一下子全部都可以把资料给读出来 如果延伸性你要做后续的使用资料库 做报表的话 就把slate语法缺手吧 看你要把比如说哪一条 哪一个县市的哪一条路上 哪一个县市的那个什么优局最多 其实你可以做个统计吧 ok 然后最好那以后去用 比如说你可以再结合手机会 然后自动抓到你现在GPS的位置 然后告诉你你附近哪里有优局 那当然最好 ok像现在勾勾肉也是这样 哪里附近哪里有那个充电站 他会马上到处 ok 好那这里的话请各位就再试试看 那刚刚做的那个城市 基本上云端上也有 那还有就是说我刚提到的那个什么呢 全省邮局地址的城市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其实不妨可以再练习看看 然后 这个资料库部分大概就先到这边了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我们就要再 再更上一层楼 所以云端白板如果 你这部分ok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第六个单元 再比较下面 0601 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要上到网路上去抓资料 也就是说一般用Python 如何爬取网路资料 但爬下来你要存起来 存在哪里 存资料库 所以后面还是会用到资料库 因为爬下来你 要不就 储存的话 要不就变档案 要不就放资料库 不过一般放资料库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ok 所以那要怎么样从网路上爬资料 那哪边有资料可以让你爬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打那个关键字叫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 你会发现 当然我们主要是要查开放 其实你可以看到开放资料 他为什么要开放资料 不过我们主要是要 开放资料 所以第一个就是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我们政府开目前开放的资料 大概几万种 其中的话 这些 都可以拿来用 我比较习惯用怎么 用那个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台北市政府的开放资料 所以你可以找台北市的开放资料 它现在叫什么台北市资料大平台 台北市资料大平台 台北市还蛮 不过这里面 我习惯用下面这个open 这样改版 里面的话呢 首页进来就是 你可以搜寻一下 你要找的资料 它有分类 所以资料目录呢 你可以按照所有资料期 看一下 这边它有所有的资料 这么多 那我的习惯 就是说呢 可以 按照资料类型 应该资料格式 格式这边 它目前看到 用最多的好像是用XM JSON 有没有 跟这应该是CSV 有这么多CSV 有没有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要下载资料的话 这里面有一堆资料 可以让你练习的 所以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是要从这里面 找到可以练习的 这个资料来源 这样你不一定说我讲的啦 其他如果你有兴趣的 那个资料 你也可以试着把它抓下来 比如说最简单的CSV 你可以点下去CSV 然后找到这个CSV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可以用的 点选 需要Enter吧 这边好像点击之后按筛选 它会帮你留下那个 就是有关CSV相关资料 你们可以从里面找找看 我可能会用这个台北市的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 这个来练习 里面你可以显示 它里面的相关资料吧 它这边有一些 让你可以下载的 或者它甚至可以让你 看到一些这个什么 是汇图 这个看起来 下载 好这边有预览 好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那里面的话就是说 这个CSV里面呢 就放了所有台北市的那个 市场 它的各种那个蔬菜的 什么 它的平均价格 OK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买 买菜的话 我可以去 从这里面看一下 哪一个 市场 它的那个售价是比较合理的 OK 所以这个也许是下一次上课 我们会讲到 今天请各位 先把那个 刚刚所提到的资料库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 你看看 哦 ξ 你 好 有什么 queens queens 那 谢谢大家